欢迎继续加入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钱丽如 在这个小时我们依旧继续来看的是尾巴冲突 现在是持续延烧 所以全球的反犹太主义事件也不断的增加 在法国巴黎地铁出现一名带着头巾的妇女 她高喊真主至上 还威胁说要炸掉自己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1号出席听证会 他的发言多次遭到反战人士打断 那么布林肯也将在星期五再次访问以色列 同时他要跟中东多国来继续卧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1号出席参院听证会 就乌克兰以色列的预算案发表演说时 被旁天的反战人士多次打断 会议室里好几名人士高举染红的双手 象征加萨冲突中的罹难者 还高喊保护加萨的孩子们 停止资助种族灭绝等停火口号 随后警卫将一名女子带离现场 但他在被拖走的途中还不停怒劈政府 但干扰还没有结束 布林肯才刚继续讲没多久 又有人站起来抗议 逼得他不得不再次停止发言 前前后后被打断六次之多 警卫也逮捕了至少12人 而在法国也出现反犹太主义 多名武装警察大步迈进地铁站 因为有一名带着头巾的富人 在车站内高喊真主制上 甚至威胁要炸掉自己 警方直接开枪 富人伤势严重 受益后还没有脱离险境 巴黎市第十四区 六十多栋公寓和商家的外墙上 更在七十二小时内 被欺上象征犹太人的大位之心 外界担心这可能是为了 标记出犹太人的住所 让许多住户深陷恐惧 法国政府和以色列总统都呼吁 绝不容忍反犹太主义 并誓言要保护以色列人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场冲突是越来越血腥了 根据路透社快讯 加萨再度遭到全面断网 以色列证实对北加萨的难民营 发动了空袭 至少五十位的平民死亡 上百人受伤 而以色列的目的 是为了杀石一名哈马斯的指挥官 放眼望去一片雾蒙蒙 民众在灰烬中哀嚎哭泣 并奔跑寻找失踪的亲朋好友 以色列的国防军队 加萨迦旗巴利亚 难民发动攻击 造成至少五十位平民 葬身在无情炮火下 导致当地医院内 塞爆伤患 目的就是为了要杀死一名哈马斯指挥官 毕亚里 而乙军不止继续扩大地面战 还宣称在一天内打击300个目标 而且从巷战一路达到地道里 就在以军越来越深入攻打加萨之际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断然拒绝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吁 他强调停火就等于向哈马斯投降 目前有超过85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炮火 如今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开出第一枪 谴责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犯下危害人类罪 宣布和以色列断交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智利和哥伦比亚则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批评以色列违反国际原道主义法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还要来关注拜喜会确定 11月将在旧金山登场 这一项消息已经由美国白宫发言人尚皮爷 在例行简报会议当中证实 双方将会在APAC的领袖峰会场边 进行双边对谈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1月就金山APAC领袖峰会的场边双边对话 讲了好久到今天白宫终于证实会发生 白宫方议员 上皮爷表示美中激烈竞争需要密集外交 而拜登将和习近平进行重要且艰难的对话 上星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华府 在和拜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安顾问苏利文会谈后 白宫方面指说双方努力共同实现 11月拜习会谈 也因此记者是一再的追问上皮爷 是不是确定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对面 拜习会会发生 上星期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中国领导人通常在出发前 才会证实出访的消息 而目前白宫也还没公布 拜习会的确切日期 只有说14号拜登将前往旧金山 作为东道主接待APAC领袖 TVB新闻佳辉美国华府报道 而中美关系的暗潮汹涌 现在大豆最有感触了 约上个月底 中国大陆进口商跟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 签下数十亿美元的采购协议 但这个进口总量却创下新低 还转而向巴西采购大豆跟玉米 也让这一颗颗大豆 似乎成为了美中角力的薪酬码 从泥土里冒出头的作物 一年为美国经济 带进1240亿美元的收益 更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大豆出口国 黄豆的用途分成两种 一种是食物 另外一种是压榨成油 其中食物占了最大宗 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像是豆腐或是做成豆浆 而是各种动物的饲料 光是制作饲料的大豆就占了97% 亚洲尤其是这些饲料大豆的重要进口国 中国大豆更是全球大豆的最大进口国 超过六成的大豆全都运往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种黄豆的人少 但肉类的需求量又不断上升 2018年美国销往中国大陆的大豆闯下新高 让中西部的农民笑得合不拢嘴 但美国政坛杀出个成调精 先起一波美中贸易战 这些黄澄澄的农作物就被卷入风暴中心 中国大陆对美国大豆的关税一口气加到25% 导致出口量大幅下跌 豆浓损失惨重 中国大陆随后把眼光望向南美洲 巴西成为中国大豆的主要出口国 大幅增加巴西黄豆的外销产量 根据中国大陆最新公布的数据 今年1到9月 中国大陆进口巴西黄豆年增率就达到18% 虽然美国黄豆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在去年上涨到164亿美元 但美国黄豆的占比却已经大不如前 今年1到9月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年增率只剩下8% 地缘政治角力农产品成为竞争的筹码 大豆浓不仅要看天吃饭 还要看国际情势风向 业者因此把眼光望向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 并且积极开发大豆在生殖燃油上的发展 增加大豆的使用价值 试图挺过美中之间的政治风暴 TVA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佛州一架小型的飞机 坠落在位于东南方的一处沼泽里面 那么幸存的驾驶被发现腿上有伤 而且和即将沉没的半片机翼受困在沼泽的正中央 这也因此让救援的直升机没有办法降落 而且水下的环境相当恶劣还有鳄鱼 因此救援人员紧急的响了对策 最后花了9个小时才将人平安就处 光着上半仙 美国佛州这名男子坐在飞机机翼上载幅载成 他驾驶的轻型飞机周二清晨坠毁 没想到地点却在偏僻的沼泽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只见机翼就要完全沉入水中 紧要关头救难人员从天而降 救难人员说找到飞机时 同时看到幸存的驾驶 只是地点就在沼泽中央 根本无法降落 更别提水下还有鳄鱼 恶劣的环境救援人员紧急思考对策 一等就是9个小时 救援人员随后更动救援设备 利用吊挂方式才将人成功救出 男子在坠落过程中一边的腿部受伤 已经被送往医院 不过伤势并不严重 至于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 TVBS新闻中央报道 而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南海争端 升级成了军舰的对峙 解放军南部战区指控在10月30号 菲律宾海军军舰非法闯入了黄岩岛海域 共军军舰因此进行了跟肩阻拦 就遭到了菲律宾军方回呛 说那里是自家后援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南海争端再先波澜 中共解放军指控 一艘菲律宾海军军舰 10月30号当天非法闯入黄岩岛临近海域 隔天菲律宾政府和军方 反批对岸小题大做制造紧张 过去中非双方在南海爆发冲突的 多半是鸣船或海警船 这次两国军方首度对峙 菲律宾政府强硬表态 誓言将不洗一切代价捍卫领土 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进行解决 第二个就是坚决反对 域外国家插手 美国就是这样啊 挑事这样造成的南海不稳定 中非南海冲突升级 日本政府表示将提供菲律宾军方 海岸监视雷达 监控解放军在南海的行动 另外日美也透露 首相岸田文雄 本周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的会面 将同意启动双方部队 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 缔约谈判 并扩大包括美国在内的军演 让中国大陆气得跳脚 面对南海争议 日本明确表态 防堵对岸亲门踏户 与菲律宾可说是有志一同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在星期二出生一名86岁嫌犯 他先是在放火烧了自家公寓 又跑到医院开枪 接着他还闯入了邮局 挟持两名的女性职员 警方展开攻坚 终于将嫌犯逮捕 原警戴着头盔手持盾牌 准备攻坚 日本体育县这家邮局 周二下午两点多 遭到一名86岁的男子闯入 还持枪挟持两名女职员 警方不敢大意 就怕随时爆发枪战 他要求警方要和邮局的人会面 才释放一名人职 双方一路对峙 另一名人职则是借机逃出来 还好都没有受伤 晚上10点20分 警方攻坚将他逮捕 才发现嫌犯先前还闯入 距离1.5公里的医院开枪 受伤的男医生和男病人都没有大碍 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把手枪 两把刀 还有18公升的煤油 他自爆自己还放火 烧了自家公寓 巨动机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 同一天南韩也发生 看人案件 一名77岁男子到南韩总统府所在的国防部大楼外 先是咆哮 最后刺伤一名远警的腹部 困难中另一名警察手臂被刺伤 好在及时被制服 但还是迎来恐慌 那韩8月才发生 随机砍人案造成14人受伤 也难怪民众人心惶惶 TVP新闻综合报道 以巴冲突 今天线上很荣幸再度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 翁吕中 翁教授您好 这个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翁教授 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加萨走廊 北部的难民营 周二遭到以色列军方空袭 所以造成至少50人死亡 以色列强调是锁定哈马斯的指挥官 但这样的无差别式攻击 给人一种宁可错杀 不可错放的感觉 所以再度引发了国际上的批评 我们是不是先请翁教授 就这件事情来帮我们分析 目前的最新举时 是的 确实今天所发生的轰炸行为 事实上就如同主播所说的 确实让国际很多的国家 都发出了不平的声音 主要的论述 主要的批评点 就在于 以色列虽然强调 针对的是哈马斯的重要的将领 或者是重要的军事的首脑 但是受伤的可能是巴勒斯坦的 无辜平民百姓 从各项的各种媒体的画面当中 所曝露出来的 是太多的巴勒斯坦无辜的平民 连带的受到了这样的攻击 等于是一种连作法的行为 来遭受到以色列的攻击跟惩罚 而且以色列军方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强势 纳特亚胡在针对这样的事件 回应所谓媒体的提问的时候 纳特亚胡强调 以色列因为遭受到哈马斯的恐怖攻击 所以以色列现在没有办法接受 接受所谓的和平的协议 而且以色列也必须要让哈马斯付出代价 甚至纳特亚胡主动的提到了 美国在遭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 美国也是采取全面的反恐战争 来表达美国人民的不满 所以纳特亚胡所表达的意见 甚至举的例子都在在的证明 以色列现在即便是错杀100 可能也不愿意放手 所以这个停火协议 或者是来自全世界要求和平停火的呼声 基本上在短期之内 以色列大概不会考虑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会造成 现在世界对于所谓的以哈冲突 可能会面临更分歧的意见 那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 如果世界有其他的国家 想要来进行调停 恐怕难度也会非常高 那另外我们也必须强调 纳特亚胡的强势 除了所谓的反制 所谓恐怖攻击之外 恐怕纳特亚胡自己在考量 在以色列内部他的政治生涯 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因为纳特亚胡现在面临到的 以色列内部的人民 也对他的这个行为有所不满 尤其是以色列 为什么会遭受到恐怖分子 在一开始10月7号 为什么会遭受到攻击 以色列有这么强大的情报网 为什么会政府失能 这一点纳特亚胡没有办法说清楚 既然如此 纳特亚胡就必须要拿出 所谓的反恐成效 也就是打击哈马斯 必须打击到底 来证明以色列的官方 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他还是有领导能力 所以说纳特亚胡 所带领的以色列政府 他们不签署 不愿意妥协 不愿意来承诺 要进行和平 或者是停火的行为 主要的原因 除了反恐 来进行这个表达 对于哈马斯的不满之外 恐怕政治上的考量 也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 好的确 现在这一场冲突 是越来越险心 刚刚翁教授有提到 其以色列这一次做法相当强势 所以看起来西方国家 该如何斡旋 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么当中我们说 最尴尬当然还是美国 美国国卿布林肯 跟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们出席听证会 还被示威者打断发言 当然在这个星期五 布林肯即将二度访问以色列 那翁教授您观察 这一次他能达成 什么样的成果呢 是的 首先我们说 今天这个情况 确实是非常尴尬 因为布林肯 在跟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们在国会的听证会 公开的听证会上面 遭受到反战人士 大声的示威抗议 认为他们完全没有尽到责任 而且用涂满了红色油漆的双手 来高举双手来表达 现在巴勒斯坦人 真的是遭受到了 双手沾满血腥的以色列 以及甚至是帮助以色列的 这些政客或政治人物的帮助 导致巴勒斯坦人伤亡无数 面对这样的抗议 事实上民主党的拜登政府 现在真的是内忧外患 所谓的内忧外患 是指在国际跟国内 其实都有很大的压力 在国际上 如同我们所说 透过不断的媒体的画面报道 看到巴勒斯坦平民 甚至是孩童妇女 所受到的攻击 越来越多国家 尤其是穆斯林国家 对于以色列是高度的不满 可是美国在这个时候 看起来还是继续站在以色列这边 仅仅只强调 人道援助必须要加速 这样的做法让美国国内 在国际的各个的民主盟国 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认同 另外在国内 我们看到的国内反战的抗议 这些大部分的反战抗议的群众 通常都是 更多是支持 过去支持民主党的群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他的压力就更大了 目前看起来 布林肯在即将在这个礼拜五 预计再次造访以色列 再次造访这个区域 主要要谈的就是希望能够斡旋 是不是能够让以色列回心转意 赶快的来进行和平停火的这个动作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论述 看起来比较有说服力 这个说服力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 要求他们停火要产生说服力 另外也要向国际社会表达 为什么美国现在还在支持以色列 这个说服力也必须要是够强大的 可是美国现在强调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以色列要有他的自卫权 可是以色列现在针对巴勒斯坦的攻击 针对加萨走廊的攻击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自卫权认知的范围 毕竟加萨走廊并不是在以色列的占领范围之内 也就是以色列现在攻击的区域 超过了以色列的领土范围 这一点就并不符合所谓国际法当中 所谓的自卫权的部分 另外针对人道援助是不是要加速 当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或者是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拜登总统或者是布林肯都在强调 美国会全力的来加速人道物资的运进加萨走廊 或者人道物资的救援 会有更多的反弹声让反问美国 尤其是反问拜登政府 与其加速人道救援 应该要解决的是 造成人道救援需求的所谓的攻击事件 如果没有攻击 或者是如果停火了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在医院等待救援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妇女儿童伤亡 所以本末导致这样的论述 让美国现在拜登政府所提出来的 无论是人道救援也好 还是以色列的自卫权也罢 事实上在国际跟国内都造成很大的挑战 这也是布林肯这一次 在这个礼拜五要访问以色列 可能要极力的去达成的协调 沟通的这个重要的关键 就在于是不是能够让以色列回心转意 赶快的让这场 所谓的以哈冲突能够落幕 不过如同我们所说难度恐怕是非常非常高 的确所以这一次对拜登政府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挑战 不过我们讲到尾巴冲突 其实在美国跟中国大陆 对这件事态度上面是非常大的 有非常大的落差 不过就在这个敏感时刻拜席会的部分 美国白宫宣布双方会在11月 旧金山的APP会议上面进行双边对谈 但中美关系似乎还是暗潮汹涌 因为中国大陆方面迟迟没有证实这件事 甚至外长王毅还说通往旧金山的路 并非一马平川 这四个字似乎是一有所指 再请翁教授放分析 确实王毅在拜会了这个华盛顿DC之后 表达出的说出来话是指 拜席会并非一马平川 也就是他并不是说在拜会华府之后 好像就已经沟通协调完成 但是华府这边基本上 美国白宫的发言人今天已经正式的说明 拜席两人即将在11月份的APP会见面 那么既然我们谈到会见面 就如同刚刚例如主播所提到的 其实双方要谈的内容重点 外界都在关注 可是我们可以先从美国跟中国 各自需要什么 或者各自在乎哪些重点 来做一个分析 很多人会认为说在中美之间 各取所需的情况之下 这场拜席会可能没有办法达成 某种的成果 或者是不需要有太高的期待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现在的乌俄战争跟尾巴冲突 再加上台海局势跟朝鲜的紧张 其实国际的氛围 让中美双方都必须要重新思考 究竟自己最关注的点在哪里 以美国来说 美国关注的几个重点在于乌俄战争 中国到底能不能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扮演某种角色 让乌俄战争可以朝向比较和平的方向前进 同样的在以哈冲突上 美国也希望中方可以占定一定的立场 至少不要是让冲突继续 另外还有在朝鲜的争议上 美国也希望中国可以利用跟北韩的连接 让朝鲜半岛的局势稳定下来 另外在台海局势以及所谓的科技战 经贸战上面 则是美国希望中方可以保持比较克制 比较稳定 不希望双方的竞争变成一种真正的 所谓的搏火或者是真正的冲突 那至于中国看待的问题在哪里 中国看待的刚刚我们说到的 不管是乌俄战争也好 还是以哈冲突 甚至是朝鲜的危机 在北京当局的眼中 这些话题虽然重要 但是并不如同美国 并不如美国拜登政府 感觉到这么大的压力 毕竟在全球的期待之下 美国可能站在的这个高度 或者是美国受到外界的期待 可能会更高一些 至于北京方面 他们在这三个话题上面 主要是扮演配合美国 或者是决定要不要配合美国 也就是说 在美国所在意的 这几个冲突的事件当中 中方其实有点以意待劳 在看风向 再来决定究竟要不要出手来协助 话题会放在 中国最重要的话题 可能会放在 所谓的台海局势 科技的这个限制上面 是不是能够透过拜席会 能够向美国多要一点 多要求或者是 多要求这个多在谈判桌上 争取比较有利中国的部分 因为对于中国 北京大陆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够透过这种科技 科技的限制或者是经贸交流的强化 把整个中美关系降温之后 让中国可以透过国际的经贸市场稳定 来维持中国国内金融市场 恢复一定的秩序 所以其实双方确实有各自的需求 可是从需求层面来看 我们刚刚说的 光是以数字 关键的数字 关键的注意事项而言 事实上美国对于中国 期待中国可以配合的事件 可能比中国期待美国的还要再多一点 这当然这跟国际局势的变化是有关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强调 这是不是代表中美降温 或者是中美双方哪一方会比较弱呢 事实上这完全要取决于谈判桌上面 到底双方提出来的各自的底线 跟各自的要求为何 可是我们必须要再次的强调 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中国有国内的压力 但是美国有来自国际跟国外的压力 双方坐上谈判桌之后 11月中的APEC之后 可能台湾也要密切的注意 究竟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 会不会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 而出现松动或出现改变 这些是台湾可能要特别关注的 好 所以在拜习会 中美双方的焦点将会有非常大的不同 当然翁教授刚提到 美国现在面临非常多的压力 当中最大一个压力 当然还是目前正在升温的尾巴冲突 所以我们再来要看的是 因为南美洲的波利维亚 他们开了第一枪 宣布要跟以色列断交了 另外智利跟哥伦比亚 是宣布要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我们要再来跟波龙教授请教 断交的一系列行动 为什么会是从南美洲先开始发酵 我们该如何观察当中一些重点 是的 整个断交跟以色列断交 从波利维亚开始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对谁是警讯呢 对西方国家 尤其是对美国 首先我们从地缘政治来说 波利维亚是在中南美洲 包括了哥伦比亚 包括了智利 这些都是所谓的美国 传统来说美国的后院 可是美国的后院最近这几年 事实上有很多国家 跟美国的关系都出现了一些 微妙的变化 所谓的微妙变化 其实说白了 就是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其实不是上升而是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对于世界局势的掌控 或世界局势的影响 过去中南美洲国家 基本上都是 应循着美国的路线在走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在这一次的 以哈冲突当中 美国很显然的 对巴勒斯坦提出的是人道援助 但是对以色列 是暂定了支持的立场 这个暂定支持的立场 看在中南美洲的眼中 看起来基本上是不认同的 所以我们看到 波利维亚这次开了第一枪 本身当然波利维亚 跟以色列的关系 就并不是非常好 在2008年的时候 当时的左翼总统 就已经跟以色列断交过一次 跟以色列重新恢复邦交 是在2020年 右翼的总统上台之后 才恢复邦交关系 而现在同样是 左翼的总统上台 事实上他跟美国的关系 并不是很理想 现在毅然决然的 因为以他的冲突 站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角度 认为以色列是犯下了 战争当中的 这个非道德的这种攻击行为 决定要断交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刚刚说了 智利跟哥伦比亚 也采取了召回大使的行为 其实种种的因素 凑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 国际上面很多国家 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 是抱持着否定的立场 而现在中南美洲的国家 开出第一枪来表达的是 不支持以色列 但是同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更要注意的警讯 是这些国家也同时在对美国 产生不信任的讯号 发出不信任的讯号 而这些中南美洲国家 会不会只是第一波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 也同时的借由以哈的冲突 向西方国家表达他们的不满 下一波我们可以注意的是看看 沙古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 以及非洲国家 是不是同样的 也会对所谓的西方国家 用断交甚至是更决绝的手段 来表达对于美国为首的 这个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表达他们的抗议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好 除了一系列的尾巴冲突分析 我们最后想要跟翁教授来聚焦的是 AI犯罪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的受害者 竟然是印尼总统佐科威 影片当中呢 他是以流利的中文发表演讲 当然目前官方已经诚心 说这是AI制程的假影片 而巧的是呢 英国正在举行全球首场的 AI安全峰会 在会谈当中针对AI风险 又有哪一些新措施呢 我们再请教翁教授 是的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影片 不管是假影片 或者是生成伪造的这种影片 事实上真的是很真假难辨 现在我们遇到的 全球遇到的一个新的挑战是 AI的技术越来越越来越精进 再加上大数据的收集非常广泛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呢 可能是真的以假乱真 甚至是超越真实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未来要问的问题 不再是像过去 我们问电脑或者是新的科技 可以为人类做些什么 而是人类到底能够限制 或者是人类到底还能不能控制 这些新科技 所以我们现在在全世界 包括了现在在英国召开的 AI科技风险的高峰会 主要谈的话题 就是在设定未来 在晶片设计 尤其在AI科技产业上面 到底人类可以设下什么样的门槛 设下什么样的规则 来在整个制程 或者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先摆出一些限制 让未来人类 还有掌握主导权的机会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这种科技上面的制度 游戏规则的设置 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政治 或者是国际政治的角力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就在最近这几天 他发表了最新的行政命令 针对AI科技如何来限制 如何来管制 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 发表了八大项目 其中就包括了要未来 希望美国可以跟其他的盟国 一起来设定AI产业的发展方向 另外美国也特别强调了 要争取更多的AI人才 吸引他们到美国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美国在设定AI相关的管制 规则的时候 也考虑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同时中国在今年八月的时候 也公布了人工智能法 这个管理办法 这人工智能管理办法当中 也被世界很多主流媒体 在做讨论的事 他的办法当中就有提到了 希望未来的人工智慧 或者任何的大数据 深层的资料都必须要维持 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当然当时的讨论很多 可是我们也必须 从这样的法案当中 特别去思考的问题是 不管是美国 中国或者是欧盟国家 或者是任何国家 未来在针对AI的相关管制上面 它其实所传递的是 当然各国的国家利益 而在各国国家利益 可能不尽相同的时候 我们透过全球的高峰会 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当中 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进行的是 国际政治的角力 国际权力的角力 未来设置AI的各种的计划 事实上可能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是会回归到 所谓的大国说了算 如何能够在未来整个AI产业 或者是科技产业当中 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 或者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恐怕这是大国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可是同时如果在科技产业 像是台湾科技产业生产链上面 扮演一定角色的国家 是不是能够在现在 就已经赶快就去思考 究竟如何从政府的角度 来参与这些游戏规则的设定 这一点可能也会影响到 未来这些中小型的国家 有点能力的国家 它在整个游戏规则当中 或者是未来的发展当中 是不是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点大概是要先做 所谓的超前部署的部分 台湾 日本 韩国恐怕都必须要 在这个部分进行一些思考 好的确AI的发展也充满了 非常多的国际角力可以关注 我们也非常谢谢翁教授 今天从尾巴冲突拜习会到 最后AI的问题 帮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 翁教授谢谢你 感谢 我们再来要看到是另一个全球危机 就是少此话了 现在只剩一台在南韩成为趋势 而且这比重竟然高达了六成之多 南韩政府因此不断抛出 生育优惠等利多政策 像是提高育婴价的津贴 设置拖婴中心 减薪育儿负担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 位于南韩经济道的拖婴中心 专收零岁到18个月大的婴幼儿 以家庭形式营运 招生不超过20人 师生比零岁班是1比2 一岁班是1比3 让老师可以仔细贴身照顾 拖婴中心营运时间 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半 双心夫妇也可以安心托付子女 针对家长进行的调查显示 包括保育项目 工餐 卫生等项目 满意度超过了9成5 经济道是全南韩第一个 引进拖婴中心病实施的地区 目的是解决超低生育率问题 减轻父母的育儿负担 经济道计划到2026年为止 追加60所拖婴中心 扩大到370所 导致南韩低生育率的主因之一 就是养育费用太高 没有双心收入 养不起小孩 但夫妻都要上班 也只能花钱请人帮忙照顾 随着网红和育儿负担增加 只生一胎 在南韩成为趋势 2022年作为第一胎出生的新生儿 在整体占比首度超过六成 达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七的历史新高 尽管南韩政府不断推出各种方案 抛出生育优惠等利多政策 部分舆论认为 如果不想改变 社会对生育的认知 只靠政府提供经济补助 很难提高生育率 专家也指出应该共同努力解决企业文化 或养育环境等社会结构性问题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是育婴假 依照南韩现行制度 育婴假最多一年 期间可领取半薪 南韩政府近期宣布 从明年开始 如果为了照顾出生十八个月以内子女 夫妻同时休育婴假 头六个月内将分别获得正常薪资的百分之百 作为育婴假期间的薪水 六个月总额最多领3900万韩元 这合约93万台币 借此提高双新夫妻生育意愿 体育变子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这边挂满了各种五彩缤纷的袜子 但是这边其实并不是一般贩卖袜子的商店 而是上面呢 都是由玛利亚基金会的心智障碍的朋友们 所设计的图画 快乐袜其实已经成立三年 打破大家以往对玛利亚基金会 贩卖月饼喜饼的传统印象 今年他们特别推出了 这个耶旦游离组里面呢 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物品 那里面除了是由他们所设计的袜子之外呢 还有生长朋友们 他们就是特别就设计的这个故事书 那你在玩我们三个一起玩游戏吗 好啊 那我们来玩五猫猫 艺人侯佩曾公益现身 跟今年三十岁的玛利亚青年综艺一起 替她的故事书来配音 两双身心障碍朋友设计的袜子 还有跟画家吴炫三联名推出的托特包 再由玛利亚青年亲手包装起来 就有设计一个植物在设计的扶具 那就是透过这个纸板上面 我们有画好的线条 然后还有标注工作的动线 然后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纸板 可以独立去完成这个包装的工作 这一次推出的耶旦族所募得的款项 会协助玛利亚青年们赴日观摩交流 不过这机会每年募得的款项 其实贩售快乐袜的部分 才占不到三成而已 也希望大众能够认购做爱心 替心智障碍青年争取平权 跟社会接轨 期议备的新闻里程 要里参与SNG小组台中常报道 巴黎北方的奥维小镇 被称作是范古小镇 这里处处可以看见范古晚年的创作灵感 吸引粉丝潮神 想要知道范古人生的最后 在想什么 很多人会选择来到奥维小镇 因为在这里养病的两个月时间 他总共画作了将近80幅的画作 而画作当中的建筑也保存至今 跟着人潮走进奥维小镇 范古过去走了 但在这时间仿佛没走 不论是教堂还是使政厅 对比范古画作就像复制贴上 在130多年过后 小镇的一砖一瓦几乎没变 难怪好多的范古迷 来到这里暗话所记 想更靠近偶像一点 你觉得范古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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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妻子 她很喜欢她的 因为她有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真的吗 是的 所以我们只想要 发现她的最后生命中的地方 我去到奥维小镇 我看了这个圣经照片 我真的想要去那儿 范古为何选择迎向死亡 迈开步伐 我们越过山丘 寻找传说中的麦田 麦田群鸭这幅画一度被认为是范古最后的一座之一 但现在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了 但如果我们从画作当中的压缩 对比到陷阱当中麦田的开阔 更能感受到当时范古有多么低落 范古的一座到底是哪一幅 专家用老明信片找出解答 透过光影还有造型的辨识呢 答案就是树根 我们来到这里也看到这个画作里的树根 还持续的被完整保留下来 疫情期间专家在纠结的树根里 理出头绪成功解谜 奥维小镇的墓园也是范古和弟弟的长眠之地 好多人来到这所范古走过的路 看范古看过的风景 来场跨时空相遇 范古忧郁的眉头是很多艺术家想要解开的谜团 但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人生最后两个月的画作 来了解他的心理状态 戴上VR眼镜创意团队大开脑洞 在范古生前用过的调色盘上虚拟造症 我们想要找出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在他身上的世界 盘子是最好的事 因为它不是一个艺术 但它是参加范古 它变成了一个洞窟 其实盘子是一个新的洞窟 但并不是一个写 因此它很有趣 我父亲经常说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教堂 但就是一个教堂 用六府画作穿针与剑 连接起范古人生的最后时光 跟着范古的医生 加舍先生 她的女儿玛格丽特的口白 神由范古宇宙 我们知道范古 常常去医生 吃饭 所以我们可以想想 她听到医生的谈谈 医生的谈谈 在咖啡馆里办画展 是范古生前的愿望 时至今日 她的画作不只走出小镇 穿越国界 更突破了物理界线 进入虚拟元宇宙 当初的愿望 以想象不到的方式 成功实现 特别新闻 欧国强彭志宇 法国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钱丽如 我们再会 优优独生 以后 请记载